進入台北市這邊的最新情況 其實今天新增的酒粒都在新北市 不過因為是幼兒園老師 傳染給學生 或者是學生傳染給老師 但對於教育來說 其實這面臨到相當大的威脅 台北市這邊有沒有什麼因應做法 我們帶你來掌握 特別是我在疫苗覆蓋率 不足的狀態下 隨時都可能反撲 所以這個要 今天也因為這樣 今天的記者會有很多事情要報告 的確沒有錯 如果只看數字的話 我們這個 上個禮拜才三個感染 前個禮拜 兩個禮拜前兩個 所以 兩個禮拜當中只有五個確診案例 的確是很少沒有錯 然後也因為這樣 我們在社區做篩檢的時候 像昨天做的假日 禮拜天893個 零個 但是我想大家也非常清楚 就在幾個鐘頭前 中央的那個 發布的消息 其實對我們台北市來講 也是現在馬上就整個 警戒 警戒度就要大幅提高 我想這個 我想剛才 部長已經講過了 一個幼稚園的老師 他傳染了 感染了就八個學生加一個家長 現在有個問題 這八個學生的家長 甚至他的 兄弟姐妹有沒有在台北市上班的 現在我想正在做疫調 所以這個如果是有的話 大概一瞬間 可能怕我們居家隔離人數就 就少幾百個 所以這個 雖然說疫情在 趨緩當中 但常常不注意 任何一個變化都會讓我們 整個就變得局勢逆轉 對我們台北市現在已經知道問題是這樣 這家幼稚園 我們有一位小朋友 在上個禮拜有去 這家幼稚園上班 不是上班 上課 然後他現在又回到 因為我們現在九月要開學以後 他又回到我們自己台北市的公立幼稚園 居居上課 現在我們馬上在查這位小朋友 有沒有被感染到 如果他檢查出來是陰性 那他就進入這個 但是還是要觀察 因為有時候 檢查陰性只是表示說 你這時候沒有感染 通常在觀察14天以後 確認說 在做個PCR 你確實沒有被感染 不然有時候現在做出來 即使是陰性 也有可能在潛伏期 這還是比較好的情形 但是萬一 我們台北市的這位小朋友 去這個地方 去這家補習班 去這家幼稚園上課 然後他也在這個地方被感染了 那這樣的話 幾乎 整個學校大概都要隔離 不過其實這樣 再還沒有 我們現在先打算讓 我們這個學校 先明天會預防性停課一天 等我們這個小朋友的結果出來 我們再來做處理 所以也就是說 雖然這疫情趨緩 大家常常一個變化 就會變化很大 還有一點是這樣 首都生活圈 台北跟新北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新北有任何變化 當然是這樣 台北有任何變化 新北有受影響 所以 像這個幼稚園的這個案例 如果八位小朋友 我們現在知道 這八位小朋友的家長 有沒有在台北上班 這個現在正在查 有跟沒有會影響很大 還有我們去這家幼稚園上班的這些小朋友 回到我們自己台北的公立 幼稚園上課以後 你知道嗎 這小朋友沒有被感染 有沒有會影響很大 有的話大概整個學校都要 都要隔離了 就算沒有的話 他除了他 雖然也許學校還是要自主管理一段時間 還有這個小朋友還是要繼續隔離14天 也因為這個隨時訓跡變化 我知道在周末 大概有110萬人接到這個細胞檢訊通知 也因為這樣 像我們昨天 來了893位 但是在今天就看到那個細胞檢訊的威力 因為我們今天 道歉我剛才來開記者會之前 我們今天已經有2720人預約 這個問題是現在都還沒到下午點 還不曉得有多少人會去做PCR 我是希望說 我們把這個名額的限制先拿掉 因為接到簡訊 你不給他做也不可能 但是我們原則上是這樣 有症狀的才來 沒有症狀你還是自己觀察看看 甚至你用自己做快篩 自己做 不見得說一定要接到細胞檢訊 一定要跑去做PCR 你自己自主管理 或者是做快篩 所以說快篩症的或是有症狀 那來做是比較有意義 不然 110萬人突然全部湧進來做PCR 不得了 我們這一兩天會先解開掛號的限制 要做的是讓他做 但是 我也希望說我們 盡量把這個檢查結果速度做快一點 希望今天做了今天晚上都會做出來 OK 也因為在這兩三個禮拜逐漸的在解封 所以我們也是怕大家一下子 我看路上的人車流量 風景區的人流量 都在上升 所以我們還是會去查核 就是說我們會逐步解封沒有錯 但是還希望大家盡量遵守規則 所以就在上個禮拜 其實我們去台北市政府 去查核了83411家次 抓到不合格的有439個 當然我們是這樣 也不是說抓到一定要罰款幹什麼 但是比較明顯錯誤的 我們還是有罰款 比方說 夾娃娃的那個店 你都沒有申請副業就開店 抓到罰3千塊 這才算少的 然後那個花費批發市場 進場沒有量體分的 罰3千塊 然後那個餐廳 你要嘛就沒法做 要嘛就隔板 都沒有了 罰3千塊 有一個是罰6萬塊 是為什麼 因為卡拉OK在開場 這個就 都還沒開始卡拉OK在開場 那個就罰貴一點 所以原則上我們也不是說抓到就一定要給你罰錢幹什麼 但是還是希望說 大家要配合 在逐步解封的過程當中還是按照規矩來辦事 另外一個大家比較關心的是校園 大概原則上是這樣 校園接種計畫 當然中央已經講了 國中高中就在學校打疫苗 我們現在是這樣 我們台北市 高中值跟國中加起來166家 我們台北我們有聯合醫院 還有這個很多的預約 要來參加診所 我們台北市有37家的醫院 所以我們會這樣 原則上是這樣 我們的計畫是這樣 高中值跟五專 9月22號到9月29號這個禮拜來打 國中是9月30號到10月6號 所以我們大概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這兩個禮拜時間是這樣 我們會讓這個學校跟醫院做配對 就是哪一個學校是由哪一個醫院來負責 然後再由醫院來跟學校來協調時間 如果高中的話就是在9月22號到9月29號 如果國中就9月30號到10月6號 這個到時候學校會造冊 跟醫院聯絡好 我們才知道說 時間也定好 我們才知道說幾月幾號 我們要把疫苗送到哪個學校 這樣的話就會把它做起來 所以我們用兩個禮拜的時間 來讓學校跟醫院來做配對 當然是這樣 大原則是這樣 不過我知道還有很多細節 要在這兩個禮拜年要處理 比方說 台北市有很多外國學校 我是覺得外國學校 應該是比照我們公立學校辦理 那不管是私立學校應該是比照辦理 實驗學校也是 有學校的形態都簡單 那那些所謂自學在家的 那些要怎麼處理 這我們到時候會再 會再做詳細規定 還有一些零零歲歲的 萬一他那個禮拜不適合 生病不適合打那怎麼辦 好問題 所以他很多細節 所以給我們兩個禮拜的時間 把這些細節全部弄起來 那原則上我們就是高中 9月22號到9月19 國中9月30號到10月6號 我們讓每個學校跟醫療院所去做配對 然後一些細節 我們這幾天會請債務市長跟教育局跟衛生局 關於接種的細節再去處理 那最後一個是 這零零病毒你知道 那有一個案例你知道 現在大概是這樣 全世界大概 如果在台灣境外的 如果你不知道就把它當作零零零病毒 因為大概佔80% 所以我想 最近我在想說中央那個基因定序速度比較慢 我想是這樣 要做基因定序這個系統也是要撕利 那 因為大概在境外感染的案例 80%的都是 都是零零 所以如果 一時間沒有辦法馬上做出來 我們就先把它當作零零零處理 當然如果說中央馬上可以 馬上做基因定序速度快一點的話 也許就不用誤殺那20% 因為大概境外感染還有20%的不是零零 但是如果一時間做不出來 我們只好全部當作零零處理 不然的話 很怕說 有那個零零的案例 因為 沒有抓出來溜進我們社區就很麻煩 那這就一個案例 他8月11號入境 沒有症狀 PCR是陽性 那按照現在規定是關10天 那解隔離之前 滿10天的話再做一次PCR 如果他CT值大於30 那就直接讓他出去 只要自主管理就可以 那如果他是小於30 那怎麼辦 再關7天 這是目前的制度 所以我們在8月29號就讓他解隔離出去 結果在8月31號中央通知我們說這個案例是6 這一下就全部再抓回來 再重新再接觸者 還有接觸者接觸者 不過還好到現在為止都沒有陽性 不過這讓我們虛驚一場還在觀察 不過我想是這樣 顯然在過去的那個制度 就是說看10天 如果那個不想做PCR 再關7天 7天就給他 只管這個居家隔離17天就給他放出去 問題是我們恐怕要更多的數據 如果是6 關17天到底夠不夠 這個 這個按照目前好像因為他傳染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目前的新的規定是 除非你PCR兩次都大於30 或者是真的都完全陰性兩次 才認為說你不會感染別人才給你放出去 那過去是反正只要17天 以前的病毒傳染率比較低 所以只要看17天 做不做都無所謂 反正大概你不會感染人 不過現在例如來還有可能會感染人 所以我們這個制度大概要趨遠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如果可以基因定序可以快一點 你知道 那就快一點做出來 至少免得錯殺那20% 那如果實在是速度沒那麼快 那麼在現階段我們只好把 每一個境外進來的Case都當作是 Raila的病毒的感染力來處理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今天是這樣 台北市的疫情的確是趨返 從數字上看起來大家都知道趨返 可是常常一個不小心 你知道 很有可能就反撲 特別是首都生活圈 你知道 這個誰跟誰都 大家都不要幸災熱火 因為這大家都住在一起 所以這個 家長有沒有在台北上班 我現在正在查 有沒有就差很多 所以這個大概大家都綁在一起 所以 所以就是這樣 且戰且守 大家很關心那個中秋節 能不能烤肉 要不要開放什麼和平公園 我跟大家講 新常態你知道 你現在 叫我預測兩個禮拜以後的事情 答案是我不知道 所以 不過我們最近會先研究一個題目 我們有一級二級 零 一級二級三級四級 每一級要升級我們都有標準 可是我們以前沒有定降級的標準 所以比方說 這個三級要降二級 要符合二級的條件 幾天以後才可以降二級 一天嗎 還是怎樣 所以沒有案例馬上就升級 如果沒有案例要幾天才可以降級 這個我們恐怕要再定一筆 所以今天是這樣 關於那個中秋節 大家沙恩路灶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 訊息萬別 台北市今天新增病例是零例 不過在新北州幼兒園的部分 其中有一位小朋友曾經在這邊 就讀過之後 9月1號回到了台北市的公佑 也因此 現在這一位幼兒的學校 先預防性停課一天 更多的訊息 稍後持續帶您關心 字幕志願